我跟你们说,现在我是在这个上海周浦区公安局门口,现在是晚上的11点15分,我刚刚从这个里面出来,今天下午的时候六七点钟我在家辅导孩子做作业,我们家还没开饭呢,警察直接就是普通民警过来敲门,说你涉嫌吸毒,我说我没有,我要找律师,他们就直接把我带走了,上车以后就把我手机没收了, 然后把我直接带到了检验科,让我去验尿,然后又离谱到把我后面的后脑勺头发剪掉了这么一大错,我问他有多少,他说几百根吧,然后剪的是贴头皮剪,我现在这边摸起来像刺猬一样,然后他又说,等报告,好,等两个小时,结果现在呢,等等等,等到后面报告出来,又在这里又问话,问到11点多钟,我跟他说我很饿,中间,他说, 这里只有白馒头,我说我不想吃这些,我喜欢吃饭和面条,我又不是犯人,我为什么要吃白馒头,他说,那你就是不够饿, 然后我就一口水和一口馒头没吃,就坐在里面哦,就是那种椅子上还给你搞一个锁的那种,太离谱了,电影里的那种, 然后我做到现在说,没事了,你回家吧,吸毒成为阴性啊,然后跟我说,检测都是阴性,你回家吧,简直是大无语, 我说你们有证据吗,没有证据,而且你们还是跨区的,我是静安区的,凭什么普通州普区的来抓我, 而且到我家来,对我的小孩影响多大,我小孩就在那看着警察把妈妈都带走,太离谱了, 人民警察是辛苦,但是不能这样,没有证据就乱抓人,是交作业嘛,